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Man 继续跟进屠龙小队案 今天已经到第8天的审讯 由认罪证人黄振强出庭作弓 先由主控大律师向已认罪的污点证人黄振强提问 证人确认他承认 串谋犯对定名目标之爆炸罪 串谋提供或者囚集财产作出恐怖主义行为罪 而串谋谋杀则不获控方提出起诉 证人自在2019年6月12日 就开始参加反修例示威 他当时只不过20岁 做着地盘的搭棚工人 后来因为7.21元朗事件后 他就想全心参与示威活动 所以在7月22日辞职 王就指当时示威人士通常都以TG沟通 因为私隐度较高 就可以减低被警方监控的风险 而被告当时的TG的名字叫Healer 证人说他当初参与示威 只是受朋友的邀请 目的是想表达他的政治诉求 在612游行之后 就慢慢变成抵抗警察的行为 后来更加成立屠龙小队 证人又说到2019年8月25日 荃湾清大游行 当时示威人士 跟真和假记者掩护之下 做出装修行为 即是二波方打烂了很多店铺 而证人和一班TG群组里的人 竟然对装修感到莫名其妙的兴奋 并以屠龙小队这个名字来行事 所以屠龙小队也算是正式成立了 证人亦说他被推举为屠龙小队的队长 原因是因为队里面很多成员 其实只是学生 只有证人有正职工作 证人也自知5万港币的职束 去支援团队的开支 包括团队队员的擅食、交通、珠嘴、防护装备等费用 证人亦曾以队长的身份 去找金主囚集资金 金主大部分都是专业人士 包括律师、议员、记者等 屠龙小队成立初期有30多个成员 到证人和其他会约成员 决定将小队精英化 剔除一些经常迟到和女性成员之后 最后就剩下10个成员 成为真正的屠龙小队 王振勋作工时 也提及他和同案另一个被告 吴志鸿 翻名叫熊仔 曾出席一个科大大学中的聚会 认识其他都是搞黑暴的勇武小队 例如钟雪盈和他的男朋友苏伟軒 会议的重点是说到勇武和警方的武力不对等 警察最大的武力是用枪 而勇武最多都是用汽油弹 所以勇武要提升武力 引入军火去杀警 证人亦指出 屠龙小队在熊仔的协助之下 获得安排可以免费去台湾参加军训 但是当时的屠龙小队中 只有张敏玉表态有意 和真正有负台湾出席军训 在2019年9月 各个前线的勇武组织 参与示威游行时 会设置路障、纵火和装修 而屠龙小队则负责冲击警方和破坏警方的装备 王震强透露 每次行动都用不少于100个汽油弹 另外花费至少十多万 最后证人指出 荃湾当时有示威者被警察去创伤 有愤怒的队员期望10月1日 便可以有枪械实践杀警计划 之后熊仔说在2019年11月头 就跟证人说了 军火已经到手 近日有人在弄炸药 想商业一天出来测试炸药和枪械 原本证人想和队员李嘉田出席测试 但由于证人在中大占领事件受伤 所以改由另一队员张敏玉代替证人和李嘉田出席 证人确认他们最后在2019年11月11日 一个距离西贡的西湾艇 2-3个中球步行距离地点 去测试枪和弹药 法庭仍然继续审讯进行 我明天就会为大家密切关注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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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